去這個東京樂園門口收門票 你就把你開除掉了 那我自己講到 他的劇中設定 我所看到的啦 包含剛才我講的大和田 他裡面真的有在工作的 就是大和田太太跟九家女嘛 就這兩個嘛 所以那大和田的 都是失敗的 大和田的 九家女那個還是自己 依附男人的 鼓勵男人的 他依附男人 沒有沒有 九家女他依附男人 依附情夫之後 他決定自己創業的時候 他離開了 他並沒有被走上絕路 可是害得大和田最後下跪 失敗的呢 就是因為他太太開的服飾店 生意跟相關的東西 虧損 你一直虧損 因為他那個太太是很隨興 10點才來上班 10點半就說我要回去 交給你了 對不對 他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條件是這樣 那所以大和田只好 幫他太太收後面爛攤子 那裡面的哈娜 他是可以好好的工作 他有他的專業的 可是他就是支持他先生 我再強調就是說 日本社會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日本雙新的家庭 已經非常多了 可是在早年 在那個年代是不一樣 你看他大和田裡面 一定會有個小西裝的襯 代表他的那個老派 而伴澤一定裡面就沒有那一件 他的角色設定非常清楚 三件事啦 老一派穿三件事啦 背心那種 三件事的襲裝 一定有背心 然後就是那個咖啡色的 現在還有誰會穿這種 土咖啡色的襲裝 記得遊戲上才會穿嘛 他裡面把角色設定非常清楚 然後呢 他的這個伴澤 他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他的太太去支持他 而他你看 他每天回來都那麼晚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會每天工作到晚上過十二點 三點 還有一次到三點對不對 會嗎 也不會吧 可以啊 你可以這樣回來啊 太太都怎麼說 六菜一湯 六菜一湯啊 半夜一點一樣是六菜一湯 你有沒有六菜一湯伺候過 不太可能了 六菜一湯 兩個人頭要摸頭啊 摸住以後得開始倒是不是 可以嘛 所以我贊成大家的意見就是說 自由波及 這個戲劇就是戲劇啦 生活中的事情也 班上電視面也要不看 如果你回家 三點回家還有六菜一湯 你會不會害怕 我絕對不敢吃 對啊 會覺得我可能 是被他抓到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菜裡面可能有 就是日本人的老問題 他們就是老想回到古代 就是老想 你看他這次去辦東京奧運 就想到他當年因為辦了奧運 所以起來了 他現在蓋天空塔就想說 當年蓋了東京鐵塔 所以我們起來 其實不是 是他要起來剛好蓋了東京鐵塔 並不是蓋了塔會起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伴哲直樹的一些名言 那麼這個 其實 時事長的名言 我們做過好幾次 後宮甄嬛傳裡面 對 後宮也有 對不對 那個大型女生宿舍的鬥爭嘛 對不對 有人是這樣定位 後宮甄嬛傳 是大型女生宿舍的鬥爭 都想跟射箭睡一晚 來 第一個 伴哲直樹說 被整了就要加倍討回 對 所以說加倍奉還 做得到 要開始 要開始 不只加倍 十倍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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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部下的苦勞是上司的攻擊 上司的過錯卻是部下的責任 這個我覺得最有趣耶 這有夠名喔 部下的責任 他每一句都 這句其實我很想 我覺得 其實我也想問這個意思 但是我覺得 部下的責任 責任就是拐杖 你已經需要稱拐杖 表示什麼 表示你沒有拐杖會倒 這麼重要的東西 就是物 你這麼重要的一個東西 是上司的喔 是上司給你的 部下的責任 是上司的責任 上司的責任 是部下的責任 所以他這個大和田裡面的 這是大和田的經典句 其他都是伴責的 所以那句就已經告訴你 職場裡面 只要成功 不管是拉到業務 賺到錢 都是長官 因為長官沒有讓你去拉 你也不可能拉得到 都是長官的喔 你所有能做的事情 都是因為那個 那個拐杖 是長官給你的 但是只要有錯 這個團隊裡面有錯 那一定是你的錯 不可能是上司的錯 那這個東西裡面 伴責就一直在對抗 這一個理念 可是對抗到最後一集的時候 他被掉走 而大田留下來 就是暗示他的答案 我同意那個郝大哥講的 他都想要回去過往 所以那樣子 不合現代日本社會的太太 不合現代日本社會的伴責 但是他在告訴你 日本社會還是喜歡這套 日本社會沒有改變 其實 沒有啊可是對伴責來講 他就像櫻花的好好的 綻放過一回而已啊 其實 這樣也就夠了啊 最後一集的最後一個 因為日本人不能接受 是那個結局 就是說 大和田是 常務董事降調成董事 對不對 他沒有外調喔 然後是半折 大家以為他要升副部長 或部長對不對 他其實是這樣 結果他升手 他是次長 那上面那一集是副部長 再上去是部長 但是他 大家在想說 欸這個樣子 而且是未來董事長人選 應該是會進董事會 而且你應該直接當 當部長以上就可以到 那個董事會去 應該當部長 直接跳兩級 應該沒有啦 勝利你大概一打以後去了 真的當部長 可是是調去東京證券 外調 日本比較不一樣 像那個控斗 他是東京中央銀行的員工 可是因為表現不好 然後常常就是遇到壓力 結果就暈倒流鼻血 所以就調去填工電機 就變成是你這個小咖 以後不可能成為大人物就對了 但是他也是東京中央銀行 派出在那個公司 所以現在半折的這個 他的Ending是要調你 因為2馬上要來了 他會拍半折2 他就會到東京證券去 他等於放出去 可是他當然會在東京證券 大展身手 然後再回來 他之後這一刻就告訴你說 我把你升職了 你是次長 直接跳部長 可是是去外面當部長 這在我看來就是說 他並沒有改變體制 他其實只是對大和田報酬 成功而已 為什麼他沒有改變體制 他在董事會在開會的時候 在審判大和田的時候 他義正遲言一直講說 你們都說銀行不能倒 所以我們要對這個 弱勢的小虧損的小客戶 對他雨天收散 我有對他雨天收散 所以我們銀行不能倒 可是事情不是這樣 都是你們這些人 有沒有 他在訓練董事會 他在訓事董事會 可是後來的董事長做了什麼處理 後來董事長把他調理 後來大和田只是降調董事 整個共犯結構在不在 在 他沒有改變體制 我要講他沒有改變體制 到最後大家說 這個結局我怎麼能接受 他反而被外調了 所以才會有趴兔 郑大哥可是我覺得我完全贊成 你現在講這個 這就是我剛剛一開始說 日本人根本就沒有要顛覆權威 對 我再猜個話 其實真正最大的公安結構 其實是董事長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其實是根據日本的商友住家銀行 日本他在1999年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併購案 日本的銀行合併以後變世界第三大銀行 所以他雖然不是真人真事 但是有那個範疇 那你講的大和田跟那個 北大陸新的這個董事長 他們兩個是從不同銀行合併 他們是不同派的 所以他想要把他鬥下來 所以其實看到李大和田說 原來最厲害的就是Tory 董事長 他利用大和田鬥掉了這個產物 那產物被鬥了以後 因為手上被抓到把柄 我知道我乖乖的 你把我調走 你不把我調走 謝謝董事長 然後以後變他乖乖的話 然後這個很喜歡爆衝的 你就離開本行 所以那個場面過得都變董事長 所以其實有兩個說法 他把半折留著 搞不好以後就是董事長 他可能就對他了 這是一種就是troublemaker 拿來對付我的政敵 但我從都不知道 反正你敢砲打這個下對上 日本戰國史有很多下對上 敢去下課上 台灣的編劇 只是沒有涉獵到銀行詬病的部分 不然台灣銀行詬病裡面的內幕 半折之數 我跟你全折之數 沒有 我跟你半折而已 我跟你全折 這個多精采啊 每個行業都這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公司是好好的 你看財新銀行要跟那個什麼 好 來 我會以牙還牙 把加倍奉還 這個一直加倍奉還 反正加倍十倍啦 千倍萬倍百倍好不好 現在已經自己加了好不好 不要太戲劇化人格 不是 不要做戲劇化動作 戲劇化動作 你可以有那個人格 但是有那個人格就會做那個動作 對 人的價值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 這個好像 老生常談 一定要珍惜任何人之間的聯繫 千萬不要做一個機器人 這個也是老師的 這他老爸跟他講的 他就是靠著這個跟很多人 其實我跟你講 他除了對大和鐵非常的暴衝之外 其他他的部署 其他要跟他貸款的人 他都很關心他們 包含那個酒女 所以這些人後來要幫他 他就他爸爸叫他小螺絲釘的這個底墊 人跟人之間 其實這一點我倒是覺得還滿可以 我上次覺得職場上面 我自己的經驗 你有一個敵人 絕對麻煩勝過你有10個朋友 因為朋友雖然有10個 你有遇到事情他不一定會出手 可是你有敵人的時候 你有一點點想他一定同你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問一個實務問題 你很像你在跑新聞 有時候即使是你的獨家 可是長官又要獨攬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這個 榮耀功夫 福家就提高拉我 怎麼行 那你總要讓你要知道 其實這是我跑來的 不用 長官知道就好 長官知道就好 你們最先 什麼事 不管是什麼 不管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因為 其實Joshiの漬物 所以 長官的小菜一點 我是覺得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當然我相信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 所以年紀的不同 10幾歲的觀眾朋友 20幾歲的 30 50 對我現在講這個話 一定有不同的看法 那你當然要跟他 當場拆穿他 明明是你的獨家 你怎麼可以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 你把他拆穿了以後 對你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像他 這個是說戲劇 他跟這個大和田 對幹是沒有錯 可是他 美燕姐講的第戲劇 就是他後來跟他翻臉的 他跟他對嗆 他跟他對嗆 只是蜥蜴的尾巴 不過尾巴還是會掙扎很久 會做出什麼事情 還不知道喔 這個就是一個 他後來被大和田知道 因為大和田本來是要收買他的 覺得這個厲害 可以把五欲收回 他如果真的要對他仇家的話 應該最後一刻時間 不要翻底牌 那他一刀死 怎麼會先跟他對象 我就是要跟你輸贏 然後結果對方都來對付他 所以我是說 在職場中 剛才洪一哥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他不見得會常常發生 因為人家也不是說 每個長官都要佔你的功勞 然後苦勞都說 那是外 當然有時候可能你會出現 這樣的狀況 但是你只要釋懷就好了 我再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台灣包青天 一直重演收視率都很高 就表示台灣其實是一個 缺乏法治的社會 所以對那種處罰 就特別的期待 伴者直訴之所以收視率這樣 是因為日本人一向就是 唯唯諾諾 根本不敢反抗 所以內心的那種不反反抗 只好表現在什麼 看電視上面 那這個 鄧醫師 日本人有反抗 但是他們找出了一種 奇怪的反抗方式 我想問你是說 我看日本人的穿著大概不敢 上班族不敢標新立意 每個人其實都是 夏天加大就是白襯衫 然後深色的長褲 然後這個比較不熱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貼身的西裝 如果說他像我們這樣一出門 穿這樣不曉得會怎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問題又很複雜 因為日本人他們在上班的地方 在會社裡面穿那樣是沒錯 但是他們在一般人的服飾上面 甚至創意平均 國民的服飾創意平均是超越台灣人 也超越美國人 所以他們是去區分職場 我今天穿上制服 為什麼要穿上制服 就是要遮蓋掉我的個人性 那為什麼需要遮蓋 因為我有個人性 這是一個很 那為什麼要遮掉你的個人性 因為你有個人性 對 我很覺知我有個人性 而且我決心 我每天早上進公司的時候 我都要把我的個人性隱藏在衣服下面 所以我弄好去 那如果我沒有個人性 其實有沒有穿怎樣 我覺得拿日本的上班的穿著 跟台灣來比好了 台灣很多如果不是很要求的公司 沒有穿制服的公司 台灣人是出了名的 被世界各國人說 上班的衣服跟晚上的衣服 跟Party的衣服 跟週末的衣服都沒有區分 對… 就是你買禮拜天買了一個休閒裝很漂亮 兩禮拜也趕快穿去給同事看 台灣人可以這樣 我們的公司的大部分氣氛 就是可以這樣 所以但是在那裡頭 有一個很 穿上制服 規定你們要穿制服的意思就是說 我猜你們都有個人性 請不要帶進來 那也是一種肯定 就像以前我們每次要開會的時候 我們老闆就是說 鄧慧文你今天不要講個人的意見 我剛開始很生氣 後來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做記者 他跟我說 那個是肯定你有個人的想法 每次開會老闆就給你拍拍手 說你很有個人的想法 拜託你今天不要講 你怎麼會聽到負面的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個人性 你看喔 沒有啊 他還是很有對不對 你看他每一個人 而且他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別上那個 有沒有